把我叫攀手快點 原吉在火車站大廳 強力將一名男子壓制在地 因為他涉嫌跑到銀樓 偷走金像鏈 手好沒聽到是不是 男子原本被控制在座椅上 沒想到他還掙扎想逃 嚇得在場旅客紛紛閃躲 事發在台中風源 這名男子跑到銀樓 看中一條價值29萬多元的金像鏈 總重三輛 說要試戴卻在一陣法玩過後 趁電源低頭沒注意時 帶著金像鏈奪門而出 他一路跑到火車站 不到一個小時被逮送辦 金架大漲一輛加值高達十萬元 警方呼籲民眾要注意 自身的財務安全 雲林也有警方抓人驚險畫面 你們在前面 你在他前面 我們在他後面 大馬路上正房車前後包夾 一部轎車 三台車車頭車尾頂柱 同時催油門 擦出車輪摩地聲 狂竄百煙 雲林土庫便衣遠景 抓詐騙車手 先後逮到一男一女 更查出毒品 有採足油門要前後的 要衝撞的車子 我們兩部車剛好把它夾住 詐騙集團前後騙了被害人 近四百萬元 後來又匡稱抽中股票 要再付錢 被害人因此還跟朋友 借了六十萬元 警方逮人阻詐 刻不容緩 包抄夾擊車輛 仲裁油門 讓車手無處可逃 記者 廖文賓皇上 富王是涵 台中雲林採訪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兩千三百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好